男嘉宾小猫27岁来自西安地产开发 女嘉宾小李27岁同样来自西安 待一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结婚多久 就快一年了 相处了多久结的婚 相处了有前后五年多了 这五年多就说对你还不错是吧 对就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然后把我当公主 当女王一样供着 结了婚之后态度就完全变了 感觉好像好把你得到手了 也不需要再珍惜你了 比如说婚前我在上班 我给她发个信息 我说我肚子饿了 她可能中午就买一份肯德基 跑来看我 然后婚后我饿了 她就会说那你赶紧去吃呀 你还给我发什么信息呀 是吧 我觉得我没有变呀 你像恋爱的时候 我们又没在一起住 现在在一起住了 肯定很多人两个人要磨合呀 对不对 你不能像恋爱时候那样子 老实特别的任性 你们结婚度蜜月了吗 度蜜月了 去那个马尔代夫 去之前肯定是要换钱的 结果我们第二天下午 六点多的飞机 她第二天中午十一点 还在家睡觉 结婚之前 她肯定就是会把一切 所有的事情 她都会安排得很好 就我只要去享受 因为对于女孩来说 你想就是度个蜜月呀 有一个那种梦幻的婚礼 咋样咋样蜜月度的 她度蜜月就是全程都是臭脸 感觉一副好像谁欠了她一样子 主持人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在结婚前那段时间 就跟朋友做一个项目 然后赔了好多钱 然后积蓄都赔光了 最后硬着头皮 透支了信用卡 跑到马尔代夫 然后人让我换钱的时候 我一盗 因为我实际上也没多少钱了 我也懒得给她说 不想给她说那些东西 她就非得逼着我 去换钱啊干嘛 都特别不理解 你看你看 她就觉得我变了 你们这肯定是蜜月度的不好 回国之后怎么样 回国之后的第二天 她就消失了 一个星期联系不上人 你怎么会走一个礼拜呢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 陈天就叨叨我 整得我特别特别压抑 你说我盗了烟 瘦不了 她直接抽个烟 把我撵出去 而且你说家里面 我们家150多平方 她就想要一个梦幻的衣帽间 就给她做了一件衣帽间 我说那我电脑搁哪啊 她就我家阳台那个角落 前后就两平方吧 她就把我电脑放到那了 结了婚之后 她天天在家都玩游戏 也不理我 就是以前就会有时间 陪我去逛街啊干什么的 现在就是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她玩游戏 我玩手机 谁都不理谁那种 你们这结婚才一年就这样 对 而且有一次 就是特别夸张 我们俩一整天 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她对我说 我帮你把快递拿回来了 然后我说了一句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当时如果回个 谢谢老公呀什么的 那我不继续跟你说了吗 你回答个哦 那我还给你接个呵呵呀 那你们俩这家务谁干啊 全让我干 因为婚礼上 司仪会问你嘛 就是说以后 家务和谁干呀 当时我结婚婚礼的时候 我不可能说是 我跟我媳妇都干 那我肯定说我干嘛 对不对 她就信以为真了 你是一个男人 你说话就应该做到 而且不是说 司仪问这个话 就是婚前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然后我每次 一跟她提这个事情 她就说哎呀 不用分这些了 我不会让你干的 结果婚后 她就天天说 你在家什么事都不干 我做饭不是干活吗 那你怎么说 我刚那下一句 我还说 我们要做彼此的天使呢 对不对 那你说咱们怎么不飞起来 那你这不是瞎扯吗 她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吧 她有 是后来被我套出来的 不是被你套出来的 是我跟你说的呀 你没有跟那个 90后的女孩出去吃饭吗 而且她去的那家餐厅 就是她曾经跟我说 七夕节要带我去的餐厅 她都没有带我去 然后她就带别人去了 那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 而且这件事情 是我主动对你说的呀 根本不是朋友 他们就做面对面 然后她朋友 就拿出来一个手机说 你能过来亲我一口吗 朋友会这么说吗 会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 他明知道 你结婚有家世的人 就是因为你说话 总是就是给别人 一种能钻空子的 你苍蝇不得五分的蛋 人你怎么不找别人呀 我看到他们的疑惑了 等于你看了她的手机了 是吧 我没看她手机 是她自己跟我说的 就是那个女孩 坐在她对面那个女孩 面对面的给她发了个微信 说你能过来亲我一口 对 那我觉得你 然后你回家就跟老婆招了 是吧 对 他不是立刻招的 是我那天晚上 我是隔两天 没有隔两天 隔了两个星期 是我套他的话 我说那天晚上睡觉 我就说咱们俩之间 就各分享一件 就是彼此 一直没有告诉对方的事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了一件事 结果她就把这件事给我分享了 分享之后 我想着 如果你作为一个男人 对吧 你结了婚 你应该负责任 那如果说这个女的 她已经跟你说让你亲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说 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骚扰我 再见 就不用吃了 她还跟人家把饭吃完 而且她还买了单 还请人家吃了 买完单之后 那女的还纠缠她 第二天晚上 她说那女孩又给她打电话了 就是非要约她出去吃饭 然后她不出去 结果她女孩 那女孩直接来了一句说 你每天下班 你回去陪你媳妇有意思吗 这种话是朋友会说的话吗 你继续说 我就和她了一个有意思 然后就不联系了 对 她怎么能说有意思 她肯定说你管的 我就是爱我老婆 请你走开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她应该这样子说 她怎么能说有意思呢 这就又给别人可乘之机了 你说这话就证明你不爱我 而且她那女孩还说 我比你老婆年轻 比你老婆漂亮 你为什么 你可以离了婚 我愿意等你 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块 我比她年轻比较 你怎么不喜欢我 然后还说要找我谈 还问我们俩什么时候离婚 你觉得这样的人是朋友吗 那我的朋友 也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人家喜欢就是默默地喜欢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 她想跟我显摆 她想给我显摆 就是她很有魅力 她就是觉得 在我心目中 我老觉得她特别不好 然后她就为了显示 就是别的姑娘都喜欢她 她很优秀 然后让我懂得珍惜她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 特别不负责任 而且不仅这一件事 我们俩就是当时去蜜月 就认识了一个姐姐 然后后来就是 就去姐姐那个地儿 去玩去了 然后那个姐姐 带了她几个朋友 一起招待我们 后来姐姐那个朋友 就来我们这个地儿来旅游 他们就见了一次 也是一个大美女 长得很漂亮 她更应钱 她要去飞机上接人家 然后要开我的车 因为我的车比她好一点 我就死活不给她借 她最后就给急了 然后她说你不借我算了 然后她就出去 后来我在后面 就是加了一句 我说那我能去吗 她说你要去也行 什么叫我去也行呀 然后她去了之后 我们就去一家 很特色的那个小吃街吃饭 她就是那种各种现阴情 我在后面等着 然后她在前面 美女要不要吃这个 你要不要吃那个 当时还下雨 她还帮人家撑伞 我在这边 连那个落汤鸡似的 她都没说给我撑伞 我自己就一个人 在后面默默地把伞撑开 然后我就打着伞 很落寞地在后面走 然后她就那样 给那个女孩打 还说我这个伞比较大 让我换给她 说因为她和那个女孩 是俩人 我只有一个人 就让我一个人打一把伞 然后 然后她不仅这样子 好 不用再说了 你就把这个伞的事 稍微回应一下就行了 伞的事其实也没啥 人家是带伞的呀 因为人家带伞 我就出门顺手撑开后 递给人家了 没有 那你说 你说她 到底是递过去 还是给人打伞 递过去的 她是这样打开递过去的 那就是打伞呀 那就不是递了呀 不是她跟那个女的打一把伞 不是 她是这么地上之后 然后给人家 不是她打着伞 那女的在伞底下 没有 她说她不打伞 她就跟她说 下了点小雨 她不用打 然后那女孩就打着伞 等于女孩 那个女孩自己打着伞 你也自己打着伞 对 我没打伞 然后她就跟那女孩 走在一起 美女你要不要吃这个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我告诉你 然后我一个人就悄悄的 我都后面 拉他们大概有三四米 她这一描述就差了太多层意思了 我问你一个事 特别会加工 这个上面写的是待业 那就相当于现在没工作是吧 我不是说没有工作 她是人生赢家 我是暂时 我只是暂时休息 我没有说我没工作 你休息多久了 姑娘 半年了吧 哪有半年 就是两个月 因为我之前 九月份到现在 她朋友为什么叫她人生赢家 因为她成天就是 每天玩半夜 然后中午再起来 吃喝什么都不愁 然后我每天就要上班 辛辛苦苦的 然后她就各种时间约朋友 什么叫我各种时间约朋友 那我之前 我干了五年的班 我也很累了 我就想休两个月假 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有错吗 但是说这个时候 现在就本来就是 我工作没有找好 然后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想要找一家更好的企业 那我也要对企业负责 不是说我随便去一家企业 干上两个星期 我就走了 知道了 所以我在选择 好好好 这追了五年 处了五年 伺候了五年 心甘情愿的吧 当然爱她 就会这样子 不是 她不是这样子的 她就是当时 不是去马尔代夫走了吗 走了回来之后 她跟我说 就是我们俩就谈到 离婚这一步 当时结婚的第二个星期 她就说 就不想过了 然后她说 她跟我结婚 都是被我逼的 然后说给我求婚 也是被我逼的 其实她根本不想娶我 只是因为她好面子 当时已经邀请案发出去了 也不好意思说 再不娶我了 你说她说的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被我逼的 我又没逼着你 那大街上这么多人 你怎么不跟别人结婚呀 今天说句实话吧 实话 因为真的是我 因为当时也在气头上呀 因为她 你想她 她说我一个事情啊 她能带出来一百件事情 你知道吗 发现了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就脑子 反应不过来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这 你不是反应不过来 你是真的没理 好 听明白了 你还想过不 我肯定是想过 因为我结婚快一年了 我也想要小孩 想要个宝宝什么的 她就说 你变了 你已经不是你 你以前的你了 不是 你现在天天出去 张发惹草 我怎么跟你有孩子呀 我有了孩子 孩子怎么办呀 我每天在家玩游戏 我没有 下半天我就回家呀 你看她刚才承认了 她每天在家玩游戏 那你每天在家玩游戏 那孩子哭了 你还说这一把 我要打完是不是 那你不是 你现在不是没孩子吗 玩游戏你也得 队友负责呀 对不对 那就是游戏 比我还重要是吧 肯定是你重要 但是游戏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就这样吗 谈恋爱就是这样子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那后来 为什么还要嫁给她呢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她每次来 她都哄我呀 我说分手 她就在我们家 死机掰带 使劲哭 哭一夜的那种 然后又送花 又送东西的 她在你们家哭一夜 她有一次 就是因为我要跟她分手 她在我们家楼底下 给我打了一百通未接来电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 我去上班 她在我们家 还在我们家门口 然后还有一次 在我们单位门口 拉了一个海报 还拿那个音箱 就写的什么 我们一起走过了 多少多少的岁月 就反正就是 就是那种套路话 然后抱了一大朵 玫瑰花 特别丢人 但是现在连这种事情 都没有了 还是希望有这种事情的吧 她就只会对我说 你好好敬一敬吧 好好好 到此为止吧 你们俩能结婚 关键是谈了五年恋爱 还结了婚 我觉得也算一个 不小的奇迹了 就是朋友都是想说的 但是你们俩还真是挺配的 你还真别说 因为我每一次 都是默默地对自己说 又挺过来了一次 你还想跟她过吗 看她表现 你愿意给她生个娃吗 看她表现 如果她表现好 能改正 像以前那样子 疼我 宠我的话 我肯定会生孩子 万一她要假装 又装了一年多 把娃片下来 又恢复成这样的打扮 那她有本事就装一辈子 我觉得装一辈子也可以 那就 那就只能 只能说那也没办法 那孩子也生了 我还能怎么办呀 兄弟 再熬一年吧 一起进入秋比测文卷 姑娘一看呢 从小到大 被宠大的 父母肯定把你捧在手心里 男朋友 宠了你五年 你从小到大 一直到现在 结婚前吧 就不觉得 不应该被别人宠的 不觉得在家 洗个碗啊 拖地啊 是应该干的事 但其实姑娘 结婚了 不管你之前有多被宠 你多么小公主 结婚之后 你不可能马上成为王后的 你明白吗 你没有做好准备 只因为恋爱了 就觉得可以结婚了 结婚了还跟恋爱一样 谁告诉你的 对啊 就是结婚了 就是我就想的是 结婚了 为什么就跟恋爱不一样了 当然就不一样了呀 那就是结婚了 有娃没娃还不一样呢 我跟你说 我太太生完孩子之后 抑郁了小半年 她没有想到 原来当妈这么难 我太太还算比较勤快的 在家还爱做个饭什么的 我们俩也不怎么吵架 挺愉快 就你和你老公 现在这种状态 你咔明天生一娃 我跟你说你得疯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我现在没想要 你恨起来 你想把孩子扔了 你知道吗 他不让你好好睡觉 做公主多轻松啊 结婚之后 就得做老妈子 生娃之后 就得做大保姆 你自己调整不过来 别人不会因为你的埋怨 改变成你适应的样子 你没长大姑娘 你这公主病 得治了 你也好不到哪去 家里条件也不错吧 对吧 从小也被宠大的吧 我相信他虽然添油加醋 虚属能力比较强 但是你见到美女 流口水这事 一定是真的 因为你也没玩够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就是 你看你看你看 我像我说你的时候 他就不跟事了 我但凡说的相着 马上就窜出来了 对吧 两个人都没玩够 都还年轻 但已经结婚了 那咱就按照结婚 现在的事来 我不觉得你们俩 今天会分手 但如果想继续往下走 就想想我说的话 快点长大 不要我们这帮老家伙 替你们下凑星 谈恋爱和结婚 两件事 但这两件事 又有一个先后顺序 你就要充分地去谈恋爱 充分地了解对方 所有的优点 以及缺点 而更重点的是 它的缺点 你是否可以忍受 或者有的时候 甚至别人看来是缺点 你可以是一种享受 之后才能谈婚论嫁 而这个谈恋爱的过程 不是说我几年 有的人十年 可能都不了解对方 你们之间 还有过异地是吧 对 有过有一年的时间 是啊 其实你好好算算 你们在一起 真正在谈恋爱 在了解对方的时候 花了多少心思 还仅仅是把那些 所谓的了解对方 谈恋爱就整成 特别浪漫的事 但恰恰 你要谈婚论嫁之前 你们一定得有 一起过日子的 这个信心 和对过日子的一个理解 在没有真正的领会 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过日子的时候 怎么能够结婚呢 而且某些人觉得 一结婚了 反而可以原形毕露 因为谈恋爱的时候 你发现我的缺点 咱可以分手 无关痛痒 但是结婚之后 你就不可能 这么轻易分手 因为那叫离婚 所以他才敢 在你面前 做出那样的事 并且还让你知道 并且觉得没事啊 对对对 甚至还可以消失 玩那个车业不归啊 嗯 这些怎么可能 在一个成熟的人面前 去出现呢 你根本就不了解 如果你了解他的幼稚 你就不会这么快 仓促地决定结婚 所以就是 他就是不成熟 姑娘 不光是他不成熟 你觉得你成熟吗 你错误地以为 一些所谓的承诺 谎言就是变成了 对今后生活的一个规划 那不是的 我劝你 让自己迅速地 成熟起来 理解过日子 就应该怎么过 而这个男生呢 自己那些毛病 已经都已经 呈现出来了 怎么改 真正能不能改 还有基于你对这个女孩 到底是不是真爱 如果真实的爱的话 我觉得你心思 不会花在别的姑娘身上 如果真爱的话 那小毛病 是可以解决的 我觉得给自己一些时间 让自己的动作 步伐都慢一点 你呢 跟他聊一聊 自己可能还真是 有点小 有些事还真是想 自己还过过 单身的生活 你要给他时间 谁让你们结婚的太早 磨合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应该 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诺和誓言 都是有口无心的 你看那个字写的 都有个口 但没有心的 承诺是要用行动 去表达的 我每次在主持婚礼的时候 当每次问下 那些誓言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猜 这对新人 是不是又在骗我 但也许 在许下承诺的那一刻 可能大家都是真的 但是承诺 会随着生活当中的 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 我今天身体好 我承诺你 将来什么事都我干 那难道我要是病了 我要是不舒服了 你就眼睁着 看着我 为了不顾自己的身体 而去信守那些承诺 而你 还袖手旁观吗 所以很简单 你们结婚才一年 以后不要轻易地说大话 说我能干这个 能干那个 用行动去证明 他要是真的有难言之隐 他要是真的有的时候 背弃了一点承诺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信守承诺 那么就帮助他 一起去完整承诺 而不是眼睛看着你死了 我也不帮你 那哪叫夫妻呢 说了半天 你们还是要在一起过吗 好吧 就这样 就踏踏实实地过过日子吧 你们现在过的就是真实的日子 过日子有一条是绝不能做的 这件事叫较真 活在日子里是什么呀 琐碎 争执 柴米油盐 浪漫会很少 好好对自己吧 好好对父母 好好对待生活 时间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刚听老师说了 就是以后我在游戏生活 我就尽量做好我自己 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 就是到处找我的毛病了 好不好 因为你那样搞得我真的很累很累 而且在朋友面前也特别没面子 你就不要再是那样 为小事去跟我争执了 我真的希望你能就是长大一点 我也长大一点 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说 可能真的是我也有一些问题 当然我希望我们俩之间能够多沟通 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想要跟你沟通 我希望你能把你手头上的事情放下来 我们两个好好沟通 然后之间有什么问题 我们两个人商量着来 就是严格按照我们俩之前说好的这些规定去做 我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 我会同意着 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来 请关门 问题能不能解决 看他们自己的悟性 我倒希望今天他们有一个人能不出来 受一受挫也挺好的 尝一尝那样的滋味 接着咱们就看完这一队怎么选呗 咱们就看完这一队怎么选呗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长大的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别着急 别着急 还有一句广告语得说 药保师一背诗 今天想清楚再说 别又一会浪漫拿着戒指说 回家之后我一定改 你要这么说 家务活看来你也得干 我也得干 我们互相商量着干 千万别说一句大话 听见没有 想清楚 我提醒好你了 想清楚 来 我们来见证这小伙子的誓言 各位请见证 老婆希望 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到你想要的东西吧 做到你想要的样子 我也希望你能够就是 多理解我一点 让我也轻松一点 我们一起把日子 一步一步走得更坚实一些 好不好 好 好